辽兴松掌权后,封弟弟耶律重元为黄开帝,承起辽国大统。 但是兴松在去世之前,却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耶律红姬。 这让耶律重元心声不满,于是他开始酝酿一场阴谋。 那么为了夺回皇位,耶律重元究竟做了些什么,又给辽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? 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京学校高级教师原土飞,讲述塞北三朝之聊第十七集,太书之乱。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。 在中国的塞北草原之上,曾经先后兴起了契丹族建立的辽国,女真人建立的经国,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。 那么,这几个民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? 又在中华民族的文凭史上,留下了党籍不可承认的贡献。 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京学校高级教师原土飞,讲述塞北三朝之聊第十七集,太书之乱。 上一讲,我们讲到辽兴宗皇帝,他制止了自己的母后,法天太后萧诺金费力的阴谋,把自己的母后囚禁之后,他开始亲政。 兴宗皇帝仅为宗主,他达不到像他父亲那样的英主圣主的水平。 所以,如果是太平盛世,宗主守城还可以。 但是,因为他母后执政这几年,国势转衰,契丹虚困已久。 所以,在这种情况下,宗主来守城,就不可避免的使国力就下滑了。 面对契丹的这种衰退的局面,当时兴宗皇帝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。 所以,他只能怎么办呢? 就是在对外上面,他梦想着像自己的父祖那样开疆拓土,传播契丹的威名。 当时,对于辽来讲,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时机,就是北宋跟西夏之间的战争,打得不可开交。 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讲到,所以他利用宋夏之间战争的机会,就带点落井下石,趁人之危,这样的意思在里边。 他就跟宋朝讲,我要瓦乔关以南十县之地。 咱们前面讲禅渊之盟的时候,就曾经讲到这个,就了想夺回瓦乔关以南十县之地,当年是被后州士宗柴荣站走了。 他说我要这个地儿,那宋朝当然是不给,宋朝不给的话,他就向宋朝施加压力。 你如果要不给,那么我们聊就要出兵驻西夏。 所以宋非常害怕。 在这种情况下,宋答应,地儿虽然不给你,税币可以增加。 原来是一年三十万,现在再增加二十万,达到了五十万。 而且这个增加的这个税币,宋朝把这个税币的名称改了。 原来是什么呢? 就是相当于我赠予你,以这个封土之仪,驻君旅之费,我每年赠你点。 现在宋朝用了一个词叫那。 每年我那给你,那要再往上就是贡了,就变成个禁贡了。 等于宋朝就承认,你地位比我高了。 所以他在对外利用这个宋朝的这个虚弱的机会,占了点这个便宜。 跟宋占了便宜之后,他就想跟西夏占便宜。 结果跟西夏占便宜的时候,他吃亏了。 本来这个辽跟西夏关系很好。 这个西夏的国主娶了,就是李元浩,西夏的国主李元浩,娶了这个兴宗的姐妹,娶了公主。 这就相当于和亲嘛,这个辽也真实诚。 一般和亲哪有,就把真公主送出去的。 你怎么都得送个这个朱王子,他弄个宫女儿,不是完了吗? 辽真实的,把真公主也送出去了。 结果李元浩这个人,不怎么拿这个公主当回事。 因此,他也跟这个公主,夫妻感情也不好,也不恩爱。 所以公主在异国他乡,丈夫又不疼爱自己。 所以,抑郁而终。 公主病重的时候,西夏国主李元浩也不照顾公主,照样跟其他嫔妃来往。 公主死了之后,也不报告给朝廷。 也不报告给辽朝。 可能过了多长时间,才向辽朝汇报。 病死了之后,有一段时间了,才向辽朝汇报。 这样一来,辽新宗勃然大怒。 你弹丸小国,敢如此藐视天朝。 你说我这个公主被你折磨死了,这就够可以了。 然后你还不报告。 然后在公主病重期间,你还跟其他嫔妃胡来。 你太瞧不起我们大契丹了。 让你瞧瞧我们大契丹的厉害。 你以为我们是宋朝呢? 让你瞧瞧我们的厉害。 于是辽新宗,御驾亲征。 这是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。 跟宋朝没来得及。 宋朝太虚弱。 我派人一下就给我钱。 多没劲呢,那玩意。 你说我想打他一下吧,也没借口。 人给我钱了,你说我还打人家。 这个西夏不服,打他。 十万大军就杀入西夏。 一路之上是势如破竹。 辽军进展顺利。 下军是屡战屡败。 辽新宗率大军杀入西夏,一路势不合党。 西夏国主李元昊万般无奈之家, 只好主动向辽伙请求议和。 那么面对西夏的请和,辽新宗会见好就收吗? 新宗一想,姐夫既然认输了, 那这事都算了,想救坡下驴。 结果跟他一块去的大将销汇, 说不行,这帮人豺狼成性。 你把他打输了之后,咱一走, 他马上舔伤口磨爪子。 然后他就要报复咱们。 所以对于这种东西, 西夏是狼也好,是虎也好。 你要么别招他, 你要招就把他招死。 所以既然咱现在大军深入夏境, 元昊兵败请和, 不如我们一鼓作气, 干脆就把这地儿给灭了完了。 就把西夏给灭了得了。 灭了之后, 这个地盘进入我大辽版图。 辽兴宗本来想回诗, 听大臣这么一讲, 心里一痒痒, 此际甚妙。 好, 这活干得过, 我灭了他, 我灭一个国, 把这国并入, 我跟祖宗的工业比起来, 那就毫不逊色了。 于是辽又挥动大军, 去进攻西夏, 又把西夏打得大败。 元昊走投无路的时候, 老天爷帮忙了, 沙尘暴来了, 草原上长大的契丹兵将, 没见过沙尘暴。 黄沙漫天, 整个天全都黄了, 往下掉土, 一米开外, 几尺之外, 就见不着人影了。 这怎么回事? 尤其中国古人讲天人感应。 天人合一, 这什么意思? 为什么看不见敌人人影在哪儿了? 吓坏了, 没见过这个。 党向人见惯不惯。 闪甘宁那个地方, 杀陈暴是经常来的, 大风经常来, 黄沙一卷, 所以党向人趁机进攻, 而且好像党向人在上风投, 就是西夏的军队在上风, 风朝契丹兵那个方向刮, 所以契丹兵睁不开眼, 下军趁势反攻, 绝地反击, 大获全胜, 契丹军大败, 败到什么程度呢? 兴宗皇帝只率几十名骑兵逃离战场, 很多大将阵亡的阵亡, 被俘的被俘, 所以兴宗皇帝顶着那些人很狼狈的跑, 跑着跑着, 终于摆脱了西夏的追兵, 摆脱了西夏的追兵, 可以立马喘息一会儿了, 所以兴宗皇帝就下马, 喘口气, 很不容易, 喘口气, 但是喘气的时候, 特别有意思, 根据《辽史灵官传》的记载, 兴宗皇帝身边的一个灵官, 就是戏子嘛, 就跟他开玩笑, 也不知道这个兴宗皇帝打仗带着戏子干嘛, 可能驻军的时候在慰问演出一下, 你打仗还带着文工团, 这东西挺新鲜的, 所以这个戏子就跟兴宗皇帝就斗乐, 这个戏子叫罗一青, 这个人就跟皇上斗, 皇上刚下惊魂未定, 刚下了马甩瞪离安说休息会儿, 他说陛下陛下, 你摸摸你鼻子还在吗,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, 因为这个西夏人逮着俘虏就割鼻子, 所以他就问皇上你看你鼻子还在吗, 皇上一听这恶心大了, 想想我这好刚逃了一条命过来, 你让我摸摸鼻子还在不在, 皇上马上下了马甩瞪了, 把这罗一青狗宰了, 这个太子就赶紧出来劝, 说不要杀他, 他就是个插科打混的, 插科打混的, 他也不是什么著名的演员, 他不是著名演员, 所以不要杀他, 结果这罗一青又顶上一句, 插科打混的不是著名演员, 领兵打仗的也不是唐太宗, 你唐太宗能惨到这份上吗, 气得新宗皇帝一点折没有, 那说皇上脾气够好了, 他这么损你, 现在你鼻子在吗, 然后说你领兵打仗的不是唐太宗, 唐太宗就让人打得剩几十个人吗, 那皇上为什么不杀他呢, 小行宗不杀罗一青, 是因为罗一青曾经历过大功, 当初如果不是罗一青及时制止了新宗皇帝的一个荒唐的错误, 他很可能早就皇位不保了, 那么一个小小的灵官, 为什么能够纠正皇帝的错误, 新宗皇帝究竟犯了什么荒唐的错误, 咱上一讲讲, 新宗的皇位得以巩固的重要原因是他弟弟耶律重元告密, 本来法天太后要废了这个新宗, 然后立这个耶律重元为帝, 耶律重元傻乎乎来告密来了, 娘要废我来告密来了, 结果这个法天太后被囚禁, 所以在这个新宗自己掌权之后, 就分这个耶律重元为皇太帝, 太帝跟太子是一样的, 皇上死了之后, 帝位由你来继承, 立这个耶律重元为皇太帝, 等于就是新宗皇帝承认这个耶律重元是皇位继承人了, 这样一来, 耶律重元在这个朝廷当中就有点忘乎所以了, 有一次啊, 这个新宗皇帝跟耶律重元俩人玩双路, 中国古代的一种赌博游戏, 既然是赌博游戏嘛, 就得带彩, 这个皇上跟皇太帝赌博, 大可不是撒瓜俩枣的事, 皇上一边喝着一边赌着, 一边喝着一边赌着, 这个一会酒就喝高了, 这赌银也赌得越来越大, 他们拿什么玩意儿下注呢, 就拿什么玩意儿赌呢, 咱俩手里的城池和人口, 这把输了, 我输给你十座城, 这把输了, 我输给你十万人户, 我输给你牛马牵头, 这么赌, 结果皇上那天还真是点倍, 他老输, 这把输了给一城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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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还越玩越高兴, 大臣就着急啊, 再这么赌一下, 这弃当国就变成耶律重元的了, 是吧, 您就好, 所有的城都赏赖他了, 最后连皇宫都被赏赏他, 但是又无人敢制止, 谁敢得罪这个耶律重元, 没人敢制止的时候, 罗一青跳出来, 他小丑嘛, 反正他就是一个丑群嘛, 所以他无所谓, 他差坑打混的, 所以他出来之后, 喊了一嗓子, 说双路羞耻, 祸你都输去也, 玩双路那人, 你别犯傻了, 再赌一下, 连你都输进去了, 都饶进去了, 这样一来, 兴踪酒醒了, 是吧, 是, 不能再这么干了, 再干回头, 我成了给耶律重元他们家放马了, 回头, 连我都输进去了, 所以马上结束了这场荒唐的游戏, 今天要玩到这儿吧, 正困了, 我要去睡了, 耶律重元一清点站那天, 已经十几个城到手了, 得了, 我也就是知足了, 所以这样一来, 就说罗一清可以讲, 制止了兴踪的这么一场大荒唐之举, 如果不是罗一清出面制止的话, 下面都不敢想象了, 你这城都输光了怎么办, 不敢想象, 所以罗一清敢损皇上, 先说你没鼻子, 然后说你不是唐太宗, 皇上不把他怎么样, 这样的优秀的艺术家是要留着的, 以后是闷了的时候, 可以拿他解解闷, 然后万一出了什么事的时候, 把他派到前面去插嘎打混的说两句, 还能解决问题, 所以皇上要留着他, 刘兴踪进攻西夏, 最终却大败而归, 自己还落得被林官嘲笑的下场, 那么这次西征失败, 究竟会给刘兴踪带来怎样的影响? 兴踪皇帝跟西夏打仗失败, 失败之后, 说句实在的, 他就越发的娇奢淫逸, 整天就沉迷于涉猎, 整天的沉迷于赌博, 然后在宫里养了一帮林官戏子, 让这些人演戏, 不但让这些人演戏, 他自己还粉末登场, 当中扮演男一号, 这种角色, 然后让大臣们围观, 国杖感觉不雅, 堂堂天子混迹苍幽之间粉末登场, 这传绿都是笑话, 所以国杖感觉很不雅, 就劝阻兴宗皇帝, 被兴宗皇帝一个大嘴巴上去, 把老岳父打了个满脸花, 他为什么打老岳父, 也有一个重要原因, 因为老岳父是他亲舅舅, 是法天太后的弟弟, 也就是说他的皇后萧氏, 不是他自己想要的, 是法天太后指定给他的, 所以他也跟国杖可能就不合, 啪就给一大嘴巴, 所以这样的话, 过了这么几十年, 兴宗皇帝驾崩, 他的儿子耶律宏姬继位, 就是辽朝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, 道宗皇帝, 道宗皇帝25岁继统, 在位46年, 仅次于圣宗, 圣宗是49年, 他46年, 去世的时候71岁, 因为圣宗皇帝虽然年头长, 可是他12岁继位, 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是61岁, 中国历史上过70岁的皇帝, 不超过10个, 很少的, 人数很少, 皇帝长寿的不多, 长寿的不多, 俗语说家有老人是一宝, 但是得看什么样的老人, 辽国因为有了这位老人, 一步一步走向灭亡, 这位老人把辽国彻底给糟蹋的, 不成样子了, 辽道宗耶律宏姬, 是辽国历史上最为昏庸的君王, 他沉迷酒色, 不变中间, 但史书上却记载, 耶律宏姬年幼时, 品德优秀, 才却过人, 被立为太子之后, 他的父亲辽兴宗, 还专门派遣如臣教导他, 如何成为一代明君, 那么既然如此, 耶律宏姬又是怎样成为昏君的人? 当辽道宗十五岁的时候, 当时他做的燕赵国王, 他周围的人, 全是一帮只会谄媚献余的小人, 所以他听不到忠言, 这样长久以往, 他的性情就改变了, 所以辽兴宗就派儒臣教导他, 然后他对儒臣讲, 说燕赵左右多面鱼, 不闻忠言尽以成性, 辽当以道归毁, 使之君父之意, 有不可处亡敌者以明文, 辽兴宗就跟那位儒臣讲, 你要用君臣大义来教导他, 来归毁他, 如果有人不适合在王府里待着, 你看哪个人是小人, 不适合在王府里待着, 你把名字告诉我, 我把他开了, 所以虽然辽臣悉心的教导道宗, 可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十五岁了, 他打小的时候被这么一帮人包围着, 不闻忠言, 所以他长大了以后, 他做了这四十多年皇帝, 是聊奸臣扎堆的王朝, 他为什么就那么喜欢奸臣, 跟他从小的被这些个县媚, 产媚的小人的包围可能有关, 他刚继位的时候还行, 下了个诏书, 让大臣给他提意见, 下了个诏书让大臣给他提意见, 这个诏书写得言辞恳切, 正已渺充, 获四大位, 素叶幽聚, 恐服客人, 欲闻直言, 以匡其诗, 仍传玉所目, 无贵贱老幼, 皆得直言无惠, 特别我们注意最后一句, 无贵贱老幼, 皆得直言无惠, 表面上看, 我允许你们提意见,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道德, 没有什么本事, 成绩大位, 最需要的是大家给我提意见, 现在意见太少, 所以告诉你们这些大臣们, 回去之后, 给我征求意见, 你分管哪个部门的, 在你那个部门里面, 或者在你的部落里面, 你给我征求意见, 我要听这些个直言, 然后在继位的第二年, 又下诏, 前使分道, 平复税善荣气, 劝农商尽盗贼, 摆出一副要天下大智的局面, 非常可惜的就是, 发了一道圣旨, 大家给我提意见, 给我提意见,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他提, 也不知道提了, 他听进去没听进去, 下一道旨意, 要求这个地方官治国治民, 有没有什么落实检查的措施, 一概没有, 等于说这个事就白搭了, 就过去了, 就完了, 所以辽史上, 对这位道尊皇帝的记载, 就是这个评价很不客气, 辽史把这个皇帝做了一个概括, 说他在继位之初, 求直言仿制道, 劝农兴学就在续换, 刚一继位的时候, 表现还不错, 拿出了一副人军的派头, 可是很快, 狐狸尾巴露出来, 不久, 荣善之令既行, 群邪并兴, 谗巧静静, 贼挤骨肉, 黄姬寝微, 重政文序, 诸步反侧, 很快就, 不是他了, 这个无道昏君的本性, 就大发作, 虽然辽道宗很想努力做一个好皇帝, 但他昏运的本性, 还是很快就报了无疑, 那么, 这种昏运表现出来之后, 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后果呢? 这样的一个昏君, 表现得出来的, 这种昏运表现出来之后, 就给了别人以可乘之机, 给了谁以可乘之机呢? 就是我们讲过的耶律重元, 就是当年去告发自己母亲的这位皇太帝, 耶律重元本来这等着, 我哥哥立我为皇太帝, 一旦我哥哥过去了, 我就继位了, 太帝我就继位了, 没有到哥哥这涮我, 这耍我, 封我为皇太帝, 他不培养我, 一劲儿的培养自己的亲儿子, 等我哥哥一死, 我这侄子就继位, 合着没有啥事, 耶律重元的年龄增长了, 渐渐他也就明白皇帝是个什么东西, 和做皇帝的乐趣, 当年的告发之举, 肯定他这个时候后悔了, 连肠子都清了, 悔不该当年抛去了赤金关, 我怎么那么傻, 我离皇位曾经那么近, 一伸手摘下来扣脑袋就是我的, 我傻乎乎的, 我告诉我哥, 然后我哥立我为皇太帝, 我傻乎乎就等着, 好不然他等死了, 等来我侄儿, 所以就算他再怎么忠心, 他这种不服, 是肯定有的, 这个, 道宗皇帝也知道, 自己皇位能够坐稳, 从我爸爸那辈, 就欠着我书了, 所以对他这个叔叔的封赠, 是不遗余力, 史籍记载, 册重元为皇太书, 免败不明为天下兵马大元帅, 赴赐金卷, 四顶帽, 二色袍, 尊宠无比, 首先封他为皇太书,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, 在这个道宗皇帝一继位, 没有立太子的情况下, 先立太书, 这个在中国历代王朝当中, 绝无仅有, 还没立太子, 先立个太书, 而且这个东西, 弟弟继承哥哥的皇位, 有, 胸中帝籍, 儿子继承父亲的皇位, 侄子继承叔伯的皇位, 都好说, 没听说过叔叔继承侄子皇位的, 这道着来了这玩意儿, 所以这个重元虽然被封了个皇太书, 他也知道, 接侄子班的希望不是很大, 他比我小那么多, 如果重元要真活着的话, 他要知道自己侄子最活71, 他就没有信心活下去了, 他就没有信心活下去了, 我能接我侄子班, 这种可能性好像不太大, 所以你封给我个皇太书, 我也知道这就是个安慰奖, 我也不能争想着有朝一日祭统, 他不想, 他儿子可想, 耶律重元的儿子, 耶律聂鲁谷, 一门心思的想当皇帝, 我爹当年傻, 我可不像我爹那么傻, 所以他就老窜到自己的父亲, 这本来这先皇归天就该民了, 你这小子党秤出来, 咱把他干掉, 把他干掉, 一次两次三次, 老这么说, 这耶律重元多少有点动心, 道宗皇帝整天, 酒色余裂, 不理朝政, 所以对于这个重元父子的这种所作所为, 他并不了解, 他根本就不了解, 不但不了解, 还一再的给重元父子加官进决, 结果你给他封的官越大, 他们的野心就越大, 他们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, 所以这个重元父子不但不对道宗心生感激, 相反他们更觉得皇位应该是我的, 你为什么给我封这么大的官, 因为你心里有愧, 这皇位应该是我的, 你一想弥补我们, 你就拿这弥补我们, 就封我们为王, 就封我们为疏密使, 节度使, 你觉得就够了吗, 你觉得合适吗, 所以你给我多大的官, 我都接收着, 我不但接收着, 我趁机培养自己的私人布局, 培养自己的力量, 然后有朝一日, 我把本应该属于我的皇位抢回来, 所以道宗的这种绥靖政策, 这种妥协, 或者说这种赎买, 不但没能够使重元父子收敛, 相反却使了重元父子的气焰更加嚣张, 只不过是决裂摊牌的时间, 稍微往后推了, 而重元父子的羽翼, 却更加更加的丰满, 因此重元父子就决定要动手了, 耶律重元父子谋划篡夺皇位, 他们调集了本渡兵马, 打算利用辽道宗外出打猎的机会, 袭击行动, 杀死皇帝, 可是就在耶律重元一切准备就绪, 即将行动的时候, 却发生了意外, 这个时候, 消息走路出去了, 皇太后宫里的一个蜀官, 叫耶律梁, 查知了此事, 就赶紧来报告给皇太后, 说重元父子欲行不轨, 要谋害金上, 您赶紧想招, 怎么办, 先得通知皇上, 赶紧把皇上叫来通知他, 所以皇太后就赶紧把皇上请来了, 告诉他的重元父子的阴谋, 道宗皇帝居然不信, 不可能了, 我对我叔叔, 我对我堂弟那么好, 给他们封那么大的官, 都顶了天了, 他们不可能造反, 然后指着大臣说, 你离间镇骨肉, 你说怎么办, 是刀, 是斧子, 是锯, 还是油锅, 你挑样吧, 你离间皇屎骨肉, 这还了得了, 所以大臣一看耶律梁一听, 通就跪下了, 跪下之后跟皇上讲, 陈若妄言, 甘死死至, 陛下不早辈, 恐惰贼迹, 如昭灭鲁骨不来, 可补其事, 我要瞎拔八道, 这刀, 锯, 油锅, 还是斧子, 我都选得, 是吧, 您说, 您让我选哪样, 我选哪样, 是吧, 您让我选油锅, 我马上就跳下去, 是吧, 如果我妄言, 是吧, 但是你要不早准备, 等贼人动手的时候, 你后悔可就晚了, 是吧, 说这样得了, 我给您出个主意, 是吧, 咱们招聂鲁古来, 是吧, 咱招他来, 如果他要不来, 就证明他肯定是想造反, 道宗在犹豫间, 太后提醒, 此设计大事, 以早为计, 是吧, 这个耶律良跟随我多年, 是宫中的老人了, 他不会胡说八道, 是吧, 他是有证据的, 他是为你好, 道宗皇帝到这个时候, 派使者去招聂鲁古, 使者一到了聂鲁古的营帐里, 就被聂鲁古给捆上了, 扔到这个帐篷里, 就看起来, 幸亏这个游牧民族的, 这个, 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, 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, 他们随身都携带着切肉的小刀, 是吧, 这个, 这个契丹人腰里的都记着这个, 叠蟹带, 是吧, 这个, 这个腰带上面挂满了物件, 是吧, 火石啊, 小刀啊, 筷子啊, 勺啊, 全都平时都在身上带着, 是吧, 所以这个, 使者虽然被捆住了, 是吧, 拔出这个, 随身带的这个切肉的小刀, 把绳索割断, 帐篷切开, 就跑了, 跑了之后, 将去跟道宗皇帝说, 我九死一生啊, 差点都见不着陛下, 这聂鲁骨他果然要反, 他把我捆上了, 是吧, 然后我这跑出来了, 他这一说, 道宗才信你为真, 哎呀, 说这聂鲁骨真的要造反, 怎么办, 这个, 急忙招来南院疏密使, 许王耶律人仙商议, 爱卿, 这个耶鲁骨要造反啊, 怎么办, 这个耶律人仙, 就这个时候就说, 此草凶狠, 臣故遗之久矣, 道宗说你怀疑他很久,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, 耶律人仙心的话了, 我告诉你, 你管用吗, 是吧, 那个耶律梁告诉你, 你给支口油锅, 是吧, 我要告诉你, 我弄一锅开水, 主名臣直嘛, 是吧, 你不纳忠言, 至有今天, 而且先帝早就说过这个聂鲁骨啊, 勿有反向, 一看这家伙就想要造反的, 先帝告诫你, 太后告诫你, 大臣告诫你, 你都不听, 至有今日, 现在他们真反了, 所以道宗就说, 那现在怎么办, 他造反了怎么办, 说我准备去枢秘院避难, 这个皇上说, 我准备去枢秘院是点兵的地方, 说我准备去枢秘院避难, 说完皇上转身就跑, 所有的这个什么嫔妃大臣一概不管, 转身就跑, 辽道总决定逃跑避难, 可是还没等他上了, 耶律聂鲁骨已经率军赶到了营仗前, 辽道总已无路可逃, 那么面对来势凶冲的叛军, 道宗皇帝会怎么办呢, 道宗皇帝跑出去, 马鞍还没背的时候, 聂鲁骨已经带了四百多公奴手, 就赶到了, 所以耶律仁先急忙把皇帝抱住, 您先隐蔽起来, 微臣我去抵抗, 而且现在您逃到疏密院, 也不保险,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, 疏密院的大臣是不是重元父子一党, 所以咱没准去了送死, 咱现在在咱这个地方最安全于世, 耶律仁先在紧急情况下, 还车为营, 拆行马, 坐兵杖, 率官署进士三十余计, 阵底还外, 率三十多名骑兵抵抗, 对方几百人凶凶人来, 叛军来势凶猛, 道宗皇帝本人胳膊都被射伤了, 然后乘马, 他的马也被射伤了, 而这个时候, 底下的忠臣们, 忠贞的大臣们, 听说了重元父子作乱, 所以也陆陆续续加入到平叛的队伍当中来, 在激战当中, 一名侍卫一箭射死了叛乱的首恶, 那就主谋或者说, 就重元的儿子聂鲁鼓, 聂鲁鼓一被射死, 叛军退去, 但是皇上受伤了, 走不了, 再加上叛军只是烧退, 回去重整旗鼓, 他还会来, 所以当时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, 到了第二天, 叛军天一亮, 就又发动了进攻, 这一次叛军发动进攻之后, 声势比昨天更浩大, 主力是被耶律重元挑唆的三千多西族的猎户, 西族也是古代少数民族, 跟契丹有很近的关系, 所以契丹建国之后, 西人就归附了契丹, 契丹专门设立西王府, 来统侠西人, 这三千多西族的猎户, 那射箭射的准, 所以对皇帝构成最大威胁的, 就是叛军的这些个猎户们, 因此当时的一个大臣, 就是西人的这个领袖, 挺身而出, 出镇去小育这个西人, 你们认得我吗? 这些个西族人一看, 这不是我们的大酋长吗? 这是我们部落的领袖吗? 现在也是辽潮的大官了吗? 所以这个大酋长出来, 说, 汝曹去顺孝逆, 徒取足灭, 何若悔过, 转祸为福。 你们这帮人去顺孝逆, 你们为逆贼效命, 竟然敢射杀天子, 你们敢跟天子作乱, 徒取足灭, 这是灭族的大祸, 所以你们应该怎么着呢? 悔过, 这样的话还能保全你们, 这些个西人猎户, 他也不懂什么国家大事, 说不定都是, 不知道是被重元忽悠来的, 还是花钱雇来的, 反正你让我打谁, 我就打谁, 结果一听, 感情干这事, 挣这撒瓜打枣, 有灭族的可能, 钱不挣了, 再说你给我的, 你也要我回去了, 钱我也不挣了, 所以这帮人立刻缴械投降, 就全跑了, 他们一缴械, 这个皇上的这个大军, 趁机追脚, 追杀出去了二十多里地, 耶律重源, 北走大漠, 逃到这个沙漠里去了, 走投无路啊, 长看一声, 后悔听聂鲁谷之言, 使我走到了这一步啊, 聂鲁谷使我至此啊, 解下腰带, 投还自意, 上吊自杀了, 所以这场叛乱, 在辽的这个历史上啊, 被称为皇太书之乱, 这个耶律重源真的是, 就不知道怎么评价他这个一生, 当年离皇位那么近的时候, 凛然大意, 告诉自己的哥哥, 那妈要废你, 那所以这个成就自己的英明, 那当年没有叛乱, 是吧, 哥哥死了之后, 最有利的时机, 哥哥一死, 我是皇太帝, 我成绩大统, 没动手, 等侄子继位名正言顺了, 侄子势力那么大了, 不可撼动的时候, 不该出手时就出手, 是吧, 你该出手时不出手, 是吧, 两次该出手, 不出手, 不该出手时出手了, 是吧, 事不过三, 果然第三次完了, 是吧, 聂鲁谷使我至此, 投还自意, 是吧, 所以这个皇太书之乱, 虽然只有一天多, 就被平定了, 但是是辽朝历史啊, 规模非常大的一次叛乱, 而且我们讲这个时候的辽, 已经不像当年太祖太宗的时候了, 那会儿方兴未爱, 经得起折腾, 这个时候就在走下坡路, 已经经不起折腾了, 发生了这么一场大叛乱, 对辽的打击啊, 是致命的, 一个直接的打击式, 由于这场叛乱, 辽朝历史上, 名列奸臣传第一的一个大奸臣, 登上了历史舞台, 这个人是谁, 下一讲再讲, 谢谢大家, 在辽道宗统治期间, 辽国第一大奸臣, 耶律尹新, 登上了历史舞台, 耶律尹新, 本是穷苦勿民的后代, 既没有学识, 也不曾立下功劳, 那么既然如此, 他是怎样成为朝廷重臣的呢? 耶律尹新掌握大学后, 究竟都做了些什么? 请继续关注, 北京市海添教师进修学校, 高级教师袁可飞, 讲述塞北三朝之聊第十八集, 第一奸臣